我们之前学习过物质的组成,物质分为纯净物和混合物,纯净物是由同种物质组成的,比如水这种物质,而混合物则由不同种物质组成,比如空气,包括了氮气氧气等成分,这是它们在宏观上的区别。 现在我们可以从微观上来区分它们,纯净物就是由同种分子构成的,水中只含有水分子,而不含有其他分子,而混合物由不同种分子构成,空气由氮气分子、氧气分子等混合而成。 注意,当我们从宏观上谈一个物质的组成时,我们说组成,而到了微观就要用构成。 关于物质的化学性质,我们学习过,对于由分子构成的物质来说,分子是保持它们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,纯净物由同种分子构成,所以有固定的化学性质。 比如水分子保持了水的化学性质,空气中的氮气分子保持着氮气的化学性质,氧气分子保持着氧气的化学性质。 可见,混合物中不同的分子混合在一起,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反应。 因此,混合物中的由不同分子构成的各个成分,仍旧保持各自的化学性质。 这些你记住了吗?来看这个问题。 在一个密闭容器中冲入等体积的A、B两种集体,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反应,变成了这样。 那么,反应前后容器中分别属于哪一类物质呢? 我们看到反应前有两种分子,属于混合物,而反应后所有分子都一样了,只有一种分子,所以就是纯净物了。 总结一下,从宏观上区分纯净物和混合物,看是不是由同种物质组成即可。 从微观上区分纯净物和混合物,看是不是由同种分子构成。 你都记住了吗? 咯咯呆。 这个人员开始让他无线净物质 ami,请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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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所以,你总结一下,我们在我的朋友们留意了比特客的朋友们, 我们在一起求变,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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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,变,请变,爱,为主吻,dır Tax,请变 为主吻,